hello 大家好 我是苹果 现在咱们来到我们茂名公园这边 大家看一下 贝克斯黑夜已经有八百年了 以后它里面都已经空心了 剩这个树皮带一点这个木质布在这里啊 大部分都是这个皮验皮布带一点木质布啊 所以说它这个树啊 八百年了 这个容易那个 所以它做了一些防风的啊 然后这边这里也有一颗啊 基本上的话 这里有啊 都是老树比较多 这个一千三百年啊 看一下啊 起名字叫别有洞天啊 大家也看出问题了 这个洞啊 都可以装得下一个人下去啊 你看都是剩个树皮 现在的上面的这些长得还是 啊 挺茂盛 挺旺盛的 也还算可以 要今天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来这个公园这边啊 走一下 大家看一下 他们这边都是啊 古树比较多 这棵也是啊 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老一点的 像这种 你看啊 基本上都是空心的呢 这种都是老树啊 几百年了 有一些五百年 有些八百年 有些一千三百年 这很多了 你看像这种也要防风固定住 所以他做了很多这种啊 柱子啊 给他撑住 又不他很容易倒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也有很多这种啊 立志成熟的时候拍卖啊 等下的话 看到了那个什么八百年那个白狼鹰啊 拍卖的价格特别高 像这边的话 大部分都是这个白狼鹰 这个黑夜啊 看一下啊 这些也 这个也是 里面也是空心的 只是他 没有特别明显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他展示来是蛮好的 你看这个是五百年的白狼鹰嘛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他们这边的话 五百年以上的有三十九棵树吧 好像啊 还是蛮多的 有一千年以上有九棵树 都可以叫千年立志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 哇 这个空心一直往上去啊 但是 他这个火烈还算可以啊 没像之前看的那个 别有洞天 那个 那个贼空心 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 基本都是啊 作为一个宣传点了 因为这些古术啊 大家看一下 这棵长是亲手观音啊 也还算可以啊 比较旺盛 大家看一下 前面这一棵就是那个 丽王了 白狼鹰 800年的白狼鹰 然后他们拍卖了188万一棵树 整棵树 大概挂股的话有300多斤 平均下来是6000块钱一斤粒子 这个是拍卖价格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丽王 啊 大家看一下他已经包起来了 那个树干那里啊 这个是白狼鹰的800年的 然后前面这些是黑夜这个1300年啊 也是里面都是空心的呢 大家看一下 他一定要撑住啊 又不只剩这个树皮 加一点这个木质布很难那个的 然后他那个皮啊 有时候会刷一些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个 你看1300年的荔枝 千年荔枝啊 一般口感的话都稍微会比较好一点 大家看一下啊 他们这些的荔枝几百年以上荔枝都会拍卖的 拍卖的话作为慈善工艺嘛 这个没法比 特别是那个刚才看到这个粒网 就是前面这棵就是粒网800年的白狼鹰啊 不错啊 一般每年都会拍卖作为慈善啊 这个就叫粒网这棵树 长势很旺盛啊 比较好 今天呢 主要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共演啊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